在我們診所裡面做的冷凍典脂的客人 大部分一次就可以看到效果 那我會請他們兩個月之後回來拍照 會把素前的照片跟素後的照片做一個比較 他們就會非常有信心 幾乎我想可能一半以上的人 會對於這個成果非常的滿意 那另外一半的人他就會繼續填購下一輪的療程 繼續讓自己的身形更好 我想冷凍典脂大家最怕的就是低溫造成的傷害 也就是說凍傷 消費者應該要比如說選擇一個比較有經驗的醫生 或是操作規模比較大的診所 因為他的教育訓練會比較好 那另外如果你沒辦法分辨機器好壞的時候 不妨建議大家可以去選擇 有通過這個美國FDA跟台灣衛福部認證的機器 我想安全性會比較有保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